大家好,我是George,洛士奇,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首先我们回顾思维导图 好的,我们介绍了面向对象的设计,单一职责原则,开放封闭原则,理事替换原则,依赖导致原则,跟接口隔离原则 那今天我们将介绍的是迪米特法则,首先我们回到PVT 迪米特法则,Law of Demit,又叫做最少知识原则,Lease the knowledge principle,简写是LKP 那么它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对象与对象之间使用尽可能的少的方法来关联,避免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用更简单更直白的话讲就是说,类它知道其他的类应尽量少 第二就是说,类可以访问其他类的方法或者属性也应尽量少 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目标 那它最终就体现就是说,它让类和类的偶核性变得更低了 就是要实现我们的目标是低偶核 好的,那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跟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打开Eclipse 好的,我们新建一个工程 今天讲的是最少知识原则,以米特法则,简称LKP 好的,我们先用一个Client创建Main方法 做一个打印 好,我们先执行一下 好,this is LKP Main 然后,我们现在想一个场景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人,他名字叫做Lily 他喜欢吃汉堡包 对吧 然后那么他就相当于说有一个方法 叫做Eat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要吃汉堡包 那么他就相当于说要去做一个汉堡包 做一个汉堡包呢,需要几个东西 那我们就先有一个牛肉 对吧 我们有一个蔬菜 Vegetable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吃面包 对吧 Bread Lily需要吃汉堡包 这个时候呢 它相当于说它自己要做一个汉堡包对吧 那我们就有一个hamburger hamburger这个类hamburger 那么它的构造方法呢 就是说它需要beach 对吧 需要beach 需要breed 做一个打印 make a hamburger 好的 那Lily要吃要怎么办呢 它就必须要首先 去买一个面包对吧 然后再买一个 蔬菜 最后买一个牛肉 然后生产出一个看饱包 对吧 然后最后把它吃掉 eat a hamburger 对吧 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执行一遍 你有一个Lily对吧 叫一下beach make a hamburger eat hamburger 对吧 就Lily做了一个汉堡包 然后把它吃掉 先是这样一个逻辑 那假设 我们现在又来了一个人 她名字叫Lucy 她也喜欢吃汉堡包 那么这个时候呢 Lucy相当于说 她也要做相同的事情 她要干嘛呢 她也要去买面包 对吧 她需要买蔬菜 买牛肉 最后把这个汉堡包 做出来 然后再吃掉 对吧 这是Lucy 好的 我们现在用UML图来展示一下当前这个场景 我们打开starUML 然后我们画一下 那么现在就是说有Lucy 有Lily 对吧 她们都有吃东西 好的 这个时候呢 她们要吃汉堡包 对吧 然后呢 汉堡包呢 她必须要有三个东西组成 就是Beef牛肉 对吧 蔬菜 vegetable 然后面包 bread 对吧 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相当于说是 汉堡包当然是需要 依赖于这三样东西的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Lucy 跟Lily 她因为她要吃汉堡包 那么她必须要依赖于汉堡包 对吧 没错吧 然后呢 因为 他们现在要自己做汉堡包 所以说他们就必须要 也要知道 bread 也要知道vegetable 也要知道 第一 同样的 同样的Lily呢 她也需要这样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场景其实就是说 Lucy和Lily她知道的类非常多 那么最终在图上呈现了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 其实很难让人一眼很直观的理解这个系统 而且导致后期我们的维护成本会增加 对吧 所以说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代码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说 其实Lucy和Lily她们的目的只是吃汉堡包 她们只需要知道汉堡包就可以了 就我们刚刚讲的迪米特法则就是说 一个类她需要知道的类越少越好 那么她们现在只需要吃汉堡包 其实她并不需要去买面包买牛肉或者是买蔬菜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是新增一个类 他的名字叫做比如说叫肯德基好了 对吧 比如说肯德基 那么他就肯德基就提供我就卖汉堡包对吧 那么他就提供一个方法 叫做make或者是说叫sale 对吧 他卖汉堡包 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 他其实就可以这样 就比如说 他去 他自己去买牛肉对吧 肯德基他自己去肯定要自己买牛肉 然后他自己买面包对吧 然后他也自己买蔬菜对吧 买完之后呢他自己去把汉堡包给你生产好 然后再反给你 这样 那Lily和Lucy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吃到汉堡包了 对吧 那他这个代码就只需要改成这样 我就到kfc去买 对吧 我到kfc去买一个汉堡包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吃了 那同样的Lucy也是这样 我到肯德基去买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重新执行一下 Lily跟Lucy会怎样 kfc sale和hamburger 对吧 把这个打印去掉 那可能大家看着更奇怪一点 好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 kfc sale和hamburger Lily吃了一个hamburger 对 那这样的话 Lily和Lucy都吃到了汉堡包 对吧 但他又不需要真正的去买牛肉 买蔬菜什么的 对吧 这样他们的关系就简明二要了 好的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StarUML里面 跟大家再用UML 展示一下我们当前的场景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kfc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说 首先 Lily和Lucy他并不需要关心这些了 他也不需要关心这些了 他也不需要关心这些了 对吧 Lily和Lucy都不需要关心这些了 对吧 然后呢 kfc 提供一个方法 sale sale 对吧 然后他sale一个hamburger 汉堡包 然后呢 Lily和Lucy只需要依赖于kfc 那么他就可以得到这个汉堡包了 对吧 然后kfc 他只需要去买 面包 蔬菜 牛肉 然后最后生产出这个汉堡包 然后最后生产出这个汉堡包 对吧 然后Lily和Lucy 他就可以吃到这个汉堡包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 刚刚的蜘蛛网的结构明显就被优化了 Lily和Lucy只知道kfc跟汉堡包 那kfc就知道 面包 蔬菜 牛肉 跟汉堡包 这样的话 他们所知道的类就更少了 他们知道的方法也更少了 就满足了我们的最小知识原则 这样我们的系统就更简明了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